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瑞萱 最近真的好流行香菇太空包 相信很多人在家裡一定都在採收菇菇吧 但是根據英國的一項研究就發現了 這個香菇只要在太陽底下曬一個小時 就會產生非常豐富的維生素滴 而且這個維生素滴的含量 就跟一顆維生素補充錠是一樣的喔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補充維生素滴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香菇拿去太陽底下曬一曬 然後再吃進肚子裡面 那這樣子不僅是非常的健康 還可以滿足我們的口腹之餘呢 不過如果最近幾天想要把這個香菇 拿出去曬一曬太陽的話 可能要等一等了 因為從今天晚上開始就會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都是比較不穩定的 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區還有宜蘭地區 都可能會出現鎮雨或是雷雨的情況 而且這個降雨狀況最明顯的時候 會是在明天上半天的時候 到時候全台各地還可能會出現局部性的較大雨勢 不過到了下半天呢 隨著這個封面逐漸的難移 降雨狀況也會稍稍的緩和 所以北部地區到下半天的時候 降雨狀況會稍稍的先緩和一些 而中南部地區呢 才會跟著逐漸的好轉 那明天呢再來就要看到未來幾天的天氣變化了 那明天呢除了這個封面的影響 東北季風也會跟著增強 所以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溫度都會是非常的低的 像是呢在北部地區溫度會下降到22度 而中南部地區也會下降到25 28度 至於在東半部地區只會剩下24度 跟今天相比啊但是差的非常的多 不過呢到了星期四星期五 這個東北季風逐漸減弱之後呢 溫度就會稍稍的回升 但是呢雖然這個封面已經通過了 不過到了星期四星期五 台灣上空的水氣都還是蠻多的喔 所以未來幾天天氣都還是會持續下著雨的 所以大家出門呢一定要記得多加保暖 而且要記得攜帶雨具了 那我們接下來關心到詳細的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溫度是17到22度 降雨機率是80% 中部地區溫度是18到25度 降雨機率是80% 南部地區溫度是19到28度 降雨機率是80% 東部地區溫度是17到26度 降雨機率是80% 而外島地區溫度是14到25度 降雨機率是20到60% 那從今天晚上開始呢 就會逐漸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全台灣各地都會出現震雨或是雷雨的情況 而且這個溫度也會逐漸下降 尤其是在明天北部地區的高溫還會下降到22度喔 所以未來幾天大家出門一定要多加保暖 而且要注意好天氣的變化了 那來上市最新的天氣預報